请大家准备好你的QNOT 并且把你的QNOT连接到 Qblock上面 今天要上的内容呢 一样是使用RGB LED 不过今天呢 上的内容不太一样 我们上次 有跟各位 说明了数位 输出的使用方式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叫做 数位模拟类比的一个输出方式 那各位都 家里都有冷气吧 冷气是可以调整在 比如说20度到 30度的范围 对不对 所以你家的冷气是可以 调温度的 而不是只有开关的功能 好 所以 今天要讲的就是有关功率控制 你要控制出多少的力的部分 那 上次我们还有一个积木还没看到 在那个设定PWM脚位的这一个输出积木还没有看到 那这一个 所谓的PWM这个东西呢 各位 所以 我们就把它理解为 它是一个控制功率 的一种 输出的方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控制你的LED 我们上次呢已经跟各位讨论到 各位也实验都做过了 就是它可以用开根关来控制 那用开根关来控制呢 是属于数位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发现数位只有 有电没电两种状态 或者是开根关两种状态 但是这个世间并不是只有 对或错两种状态 有时候会有模拟两可 或者是说今天的温度是几度 然后现在光线有多亮 这个都不是属于数位的方式 这是属于类比的方式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来学的这个东西叫做PWM 就是用功率来控制 那功率控制在QNO上面 到底有哪些角位可以使用 我们去看 这个积木的时候 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个选项点下来的时候 他只有这六只角 Digital 数位接角的356 9011 这六只角是可以 可以去控制 可以去控制那个类比输出的部分 那所以不是每一只角都可以用 好 那所以从积木的观察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 有哪几只角可以用 那如果你去 查那个 UNO QNO跟UNO其实是一样的 去查UNO的规格书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板子上 事实上是有 著名 有用一个 破折号去著名那些角位的 当你去看 QNO 下面的那一片板子 它是跟这个UNO是同样的东西 那 你如果去看他的Digital的数位角位会发现这里0到13 的14只角里面 除了0跟1是用来做 USB跟电脑传输 的 控制之外 另外这三只角位 356 910 11 这里多了 6个破折号 那这6个破折号的意思就是表示 这6只角是可以做PWM 也就是用功率来控制它的意思 那它的名称叫做 麦坡平宽调变 那不过没有关系 这个名称呢小朋友 不需要去 特别的去记 就记得它是一个可以调整功率的部分